大家好,我现在赤峰 前台和我说的快餐店我终于找到了 看看今天中午吃的是啥 这个快餐店确实不错 我来看看我吃啥 这个快餐店怎么样 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菜已经打好了 看看中午吃的怎么样 一碗小米粥 因为我点了三个菜 所以就不能吃饭了 这个我最喜欢吃的豆角 这是土豆烧肉 这个也是青椒炒肉 但是价格确实挺贵 这么多居然有60块钱 我的天哪 开吃吧 吃过饭了 我们出去走一走 看一看往前走 前面一块绿化比较好 今天的天气也是特别好 这个屋顶上还有个铁塔 挺好看的 然后这条路看来是一条 非常重要的主干道 写着玉龙大街 像这样的快餐店 我觉得应该 全国各地所有的城市 每个城市都应该要有 我第一天来这 当时前台和我说了 说了我也确实 往前走了得有500米 但那天不是因为时间紧吗 因为一点多了 我还没吃饭 但是我走了500米 当时没看到 所以我当时 就临时找了个地方 实际上后悔 当时应该把这个店 就是定位嘛 你在导航上 只要定下位 你就肯定轻轻松松的 就找到了 所以说那天当时 偷牢反应慢 就没想到这个问题 结果在这边 一共在四天 有两天都没有吃好 害得还拉肚子了 所以说这个 当然它这个 拉的不严重 但是也是拉肚子了 就是不舒服嘛 就是因为吃的 吃的不好 或者说吃的不习惯 造成的 因为赤峰这边 它这个炒菜店嘛 它是晚上至少要到五点半 才会开门的 五点半之前 它是不做生意的 知道吧 所以说 那个想在这边吃饭的话 一开始是真的很不容易 找不到地方吃饭 然后昨天晚上 我就在导航上 我就精准定位了 这个叫快餐店 它具体位置在哪里 我就找到了 然后今天 我就玩到哪里 我就在这导航上搜了一下 它还不止一家店 它在赤峰这边 居然还有好多家店 那这就厉害了 这个相当不容易的 你知道吧 而且那个环境没得说了 对吧 该吃的啥都有 菜品也比较多 饭菜都特别的新鲜 所以为什么我常说 要找这个快餐店呢 因为它菜品多 荤素都有 你想吃啥 营养均衡 知道吧 所以说 而且价格 当然一般的快餐店 在我营养中 价格确实很优惠的 今天这个 刚才一结账的时候 要六十块钱 这确实就是严重超出了 我对快餐的这个认识了 知道吧 确实要高很多 我吃的最贵的一次快餐 这次不算的话 上一次是在深圳 当时 不是深圳 就是广州市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记得那一次 我点了几个菜 当时要我四十五块钱 那就已经贵得不得了了 我心想在广州嘛 对不对 那贵就贵一点呗 结果今天这个刷新了 当时在广州那个最贵的记录 一结账要六十 我还不相信 我还问他了 我说多少 六十 我确认了点四 哎呀妈呀 确实有点贵呀 当然它贵有贵的道理嘛 因为我那里面是两个荤菜 一个素菜 那个是土豆炖牛肉 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然后另外一份是小炒肉 那小炒肉 分量也挺大 就是价格 加在一起六十块钱 是刷新了这个快餐 这个最高价格的记录了 就是我之前吃过的四十五呢 已经很贵了 今天吃了一个六十的快餐 那个小炒肉 它味道有点咸 因为它里面放了三种辣椒 青椒 红色的干椒 还有最咸的原因 它是什么 它里面有那个剁椒 那个剁椒那个味道是最咸的 所以说那个小炒肉 算是失败的 不合格 因为太咸了嘛 这里面有一个大的雕塑 这个雕塑是谁呢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那个介绍啊 这边有很多这样的雕塑 石柱子 哎呀 中午的时候 这个虽然说温度不高啊 但是太阳晒着还是比较难受的 我们继续往这边啊 边走边看 一到下午 它比较热的时候啊 天上就会出现像这样的云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很美 特别好看 这一块大草坪 哎呀 长得是特别好啊 这个适合马儿在这里吃草 这个草长得这么 这么茂密呢 厉害呀 就是现在太阳实在是晒的 哎呀 这个长条座椅有没有 找个有长条座椅的地方 稍微坐一下 这太晒了 吃不消啊 这一块地方的空气质量 真的是特别的好 能闻到这个草啊 散发出来的那种清香味 哎呀 反正吃风这几天 这个天气呢 真的是没话说呀 如果是在那个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的话 那就更加的梦幻了 反正现在要找到了 这么好的快餐店 现在吃饭的问题 也总算是解决了 因为这个 为什么总是要吃快餐呢 因为快餐的话 相对来讲 要比炒菜店 还是要好很多的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